一早出门 天气时时凉凉 民众换上长袖 拨外套 东北季风来得很有感 周日又有冷空气南下 银风面可能跌破20度 有啊 有感觉了 都在找帮小孩买一些衣服 比较大的衣服这样子 冬天比夏天好啦 夏天太热了 冷气开得比较少了 只要不要下雨 天气冷都好 双十年假到了最后一天 桃圆以北还是阴雨绵绵 要到周三 水气才会逐渐减少 中南部则是多人道勤 午后局部短暂雷震雨 想要看到国庆烟火 台中天气没有问题 不过加上收价人潮 恐怕卡在车阵当中 国一台中都会去路段 预估从下午两点塞到晚上十点 如果没有要去台中 可以改走国三或是台六十一 避开塞车路段 那今日的主要的车流是北上为主 那在国一北部地区的部分 苗栗到湖口路段可能会从下午两点开始 涌涩到晚上的七八点左右 那国三北上的关西到大西也是一样 从三点开始到八点 那国五的话大概会从早上九点 也就是现在其实雪岁内就已经有车多 那这个现象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七点左右 国五北巷从早上开始 就已经有部分路段 时速低于六十公里 国庆廉价最后一天 北返车潮涌现 民众北上返家 最好提早出发 才不会卡在车阵当中 欢迎新闻客观程 邱子林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